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徐先生的银行卡就在自己身上 他意识到自己的卡被盗刷了 紧接着七八条提示短信先后发了过来 在短短的八分钟时间里 徐先生的卡被盗刷了两万两千元 等他打通银行的电话冻结账号之后 卡里就剩下了三千元 接到徐先生的报警 警方立刻对取款地点进行了查询 取款的地点是在潮山县下属一个乡镇 对四平取款的这个资料进行调查 该男子呢 他在取款的时候做了相关的伪装 对自己的面部进行了相关的一个遮掩 取款地点就在长山辖区的一个乡镇 看来嫌疑人是有备而来 并提前做了准备 从取款的视频监控中 并不能看清嫌疑人的真实长相 案件暂时陷入僵局 然而时隔不久 相同的案件又发生了 在外面吃饭 组织上就跳出来短信了 那短信我发现 卡不在身上 在家里 这笔钱怎么取掉 刷现金是两万 还有卷轴是转账的是三万 整个五万块钱 谭先生的公行储蓄卡明明放在自己家里 却被盗杀了五万元 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把那个卡从家里拿到派所一同报案 通过在银行调取了受害人的响单 发现取卡的地点是在我们邮政储蓄银行的晚点取款的 犯罪嫌疑人是比较警觉的 而且反侦察意思也比较强 头上戴着连体帽的 有门面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他有刻意诡避监控的情况 和上一期案件一样 取款的嫌疑人进行了伪装 刻意逃避警方的追踪 在我们一个区域里面连续发生这样的盗刷案件 那么对广大持卡人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总觉得自己身上的卡 正常的消费会不会也不安全 而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长山警方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案 都是银行卡被盗刷的案件 我现在连续发生了七起类似的案件 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金融次序也是充尽 对使群众对这个银行失去信心 这个管理方面 技术反倒方面都失去信心 总说华人共同的特点可以确认 他们的银行卡是在日常消费中被嫌疑人复制了 嫌疑人同时盗取了他们的取款密码 通过对七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 警方发现这七起案件有着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受害人 他都是长山本地人 他平时生活消费基本在本地为主 第二个就是犯罪嫌疑人在ATM机上取款 基本集中在我们县城周边的一些乡镇的ATM机上 取款过程都是经过精心伪装 说明他跟长山也有迁徙事外旅的关系 经过出国分析判断 警方锁定嫌疑人应该就是长山本地人 专案组决定首先从取款人着手 对七起案件的取款录像进行仔细梳理 在取款地点走访调查 寻找取款人的行动轨迹 调查取款人的真实身份 走访到一个目击者 据他讲是看到一个大概年轻人 大概三十来岁然后走到那个是有化妆的 就是戴了帽子墨镜那种在那里取款 他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可疑看了一下 据这位目击者反映 那个神秘的取款人 骑着一辆黑色的太子牌摩托车 取款地点是青石镇一个农行的自动取款机 我们首先分析它肯定是在附近的 它也不可能是往很远的路来取的 那我们就在附近的这个村庄乡镇走访的时候 发现这种太子式摩托车大概有二三十辆 在青石镇某村庄发现了一辆和证人反应 而且和我们监控视频上比较吻合的一辆车辆 通过秘密排查 警方找到了曾经在案发时间段出现过的一辆摩托车 并且找到了摩托车的使用人 名字叫陈平平 他跟我们视频监控中所发现的犯罪嫌疑人比较相像 年龄大概在三十来岁 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基本是吻合我们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的 陈平平33岁 长山县轻视证人 是一名油漆工 警方开始秘密调查陈平平的活动规律 发现陈平平也经常有网上取款的情况 而且行踪比较诡秘 通过油漆工的银行账户查询 正在此时 负责梳理取款视频的民警 发现了一段比较清晰的取款监控 虽然取款人进行了遮挡 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它的长相 警方与嫌疑人陈平平进行了仔细的比对 发现取款人和陈平平非常接近 当时上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戴了一个连衣帽 墨镜跟那个口罩可能是比较大意 一时忘记戴了 发现他在走路的步态 自身的形态方面和监控上面 相对来说比较吻合 那么跟我们掌握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陈平平 可以说是相貌是一致的 警方开始重点调查陈平平 经过跟踪调查民警发现 他和一个叫张国彪的长山人来往密切 陈平平曾经有一次 往另外一个账户汇出了五万块钱 汇出的这个账户是一个叫做张国彪的人 张国彪可以说是社会闲散人员 也没做什么事情的 但是出过我们这个基础摸牌以后 后来发现这个博物真也喜欢玩电脑 张国彪1972年生长山本地人 对电脑方面的知识比较精通 通过调查民警发现 他也有深夜去取款的经历 发现张国彪也在一天晚上到过江西省玉山县下属的双民镇 邮政储蓄银行进行过取款 发现当日取款的银行账号 恰恰正好是被害人的银行账号 由此我们锁定犯罪协议人张国彪 具有重大的弹罪嫌疑 警方调查发现 张国彪陈平平都是负责取款的 和这个案件有着重大关系 我们分析张国彪可能仅仅是 取一个其中一个取款的对象而已 肯定他的上头肯定有上加 有人将相应的银行卡复制好之后 交由张国彪去取款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继续对张国彪陈平平进行秘密侦查 民警发现他们经常出入长山一家电脑店 张国彪他平时没有一份震荡的旨意的 平时都是喜欢上网 我们对他的交往人员也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经常到一个电脑店里面玩 跟这个电脑店的老板两个人的关系较为密切 他跟这个刘七公包括这个店老板三个人 也经常这个开着车子出去 事业商什么的 这个可以说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电脑店的老板名叫饶女平 和取款人陈平平是同学 也是长山县轻驶证人 六年前在长山县城开了一家电脑店 我们经过调查 这个电脑店的老板 老李平跟这个油漆工陈平平 两个人之间他是同学 这个老李平因为老家 就是在这个案发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面 他也经常回家的 我们通过调查了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经常有来晚的 这七起案例的受害人 都在同一家电脑边 社会不好 社会影响很好 受害人共同的消费精力 能否让幕后真相浮出水面 繁华街头的黑店 一线正在浮出 在对取款人进行调查的同时 警方也在树立受害人的情况 试图能从受害人身上 找到案件的共同点 我们在当中也发现 这些受害人的分布区域 平时相对比较集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 他们的消费过程当中 有一些共同的交接点 为我们的破案提供了一些 侦察的方向 这些受害人银行卡 很可能是在日常消费的过程中 被人复制造刷的 那么他们就很可能 在同一个地方消费过 并且这个地方 应该就在长山本地 梳理了这些持卡人 使用消费过程当中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情节 发现了他们有持卡 使用卡的交接点 民警仔细询问了七位受害人 让他们回忆 近两年来的刷卡消费记录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我这个卡的消费很少 那么后来就我想去想去 想到是12年的2月10号 不是8号的时候 那个在长山一个店里 买一台手提电脑 受害人谭先生回忆起 2012年2月 他曾经在长山一家电脑店 刷卡购买过一个二手电脑 而另一位受害人 徐先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13年的3月份左右 在长山这个一个电脑店 就是电脑之家吧 名字叫电脑之家 消费了刷了一只卡 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在那里 民警经过仔细询问 其他五位受还人 同样在这家电脑店 购买过电脑或者电脑配件 这七七案例的受害人 都在同一家电脑店刷过卡 刷过银行卡 那么我们在侦查的时候 就是通过信息碰撞和排力组合 发现这家电脑店 有一个重大嫌疑 在三年的时间里 这七名受害人 先后都在一家电脑店 刷卡消费过 而这个电脑店 就是另一路侦查员 调查取款人时 发现的那家电脑店 老板就是饶丽萍 警方开始秘密调查饶丽萍 那么发现这个电脑店的老板 其实这一两年 他这个经济上面 也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原来是没有房子 没车带就开了个电脑店 就帮我们人家吸收电脑 那么到现在 他已经是房子 买了一套新的房子去年 而且是买了一辆奥迪A4的新车子 调查显示 电脑店老板饶丽萍有重大作案嫌疑 之后 警方到电脑店里进行了取证 我们当时是以修电脑为名 到了店里的时候 整个看了一下 店里面 一个小小的店铺里面 装了好几个高清摄像头 其中有一台呢 是直接对 是直接对着受害人刷卡消费的位置 估计犯罪协议人 可能是利用高清的摄像头 获知受害人的密码 随后对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复制 通过两个月的侦查 种种迹象表明 饶丽萍 张国彪 陈平平 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警方决定立刻抓捕三名嫌疑人 这两件衣服都是在犯罪嫌疑人陈平平家中搜到的 根据和视频监控的比对 那么犯罪嫌疑人就是穿这两件衣服去刷取受害人的银行卡 在电脑店里警方也搜查到了被饶丽萍复制的银行卡和相关作案工具 这两张银行卡都是在劳力平店中发现的 卡的外观看上去非常光滑 两面都是白色的 没有银行卡的账号情况 实际上这些银行卡已经复制有被害人的银行卡信息了 这张银行复制卡是犯罪嫌疑人在取款的时候 被银行ATMG吞进ATMG的一张银行卡 上面字迹我们经过笔记鉴定 和犯罪嫌疑人劳力平所写的字迹是统一的 嫌疑人陈萍萍交代 卡都是劳力平交给他的 他和张国标都是负责取款的 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他劳力平他们在县城里面卖电脑的 然后把那个卡给我 叫我帮他取钱的三七分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卡是白卡 我想一下也是違法 然后他说叫我伪装一下 想一下我说的紧 然后经济上压力很大 然后我就是 我的信息 他在心里要去去看 这样子 目前前言人 饶力平张国标 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陈萍萍被取保候审 提醒广大持卡人 你在享受持卡消费的同时 特别要注意 尺卡消费的安全问题 你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要进行有效的遮挡 以免你的密码被人盗用 机动车深夜被盗 案情出人意料 主要是偷那个 妙包车 比如说五菱之光 五菱荣光 什么之类的 还有这个皮卡车 典人胆大妄为 频繁疯狂作案 但是这些犯罪分子 反正的能力特别强 都是针对一些 没有监控的路段 实施作案 也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神秘卖车人 最终能否浮出水面 疯狂盗车贼 一线即将不出 2014年2月20日 海南省丹州市的赵先生 吃过早饭 去村口取自己的面包车 却发现车不翼而飞了 赵先生被盗的 是用来拉货的五菱面包车 还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 相关的一些条件 也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们调取的监控 跟盐托找访 都没有发现 就在这个案件发生后不久 丹州公安机关陆陆续续 接到了很多群众的报案 主要是偷那个面包车 比如说五菱之光啊 五菱融光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这个皮卡车 都是一些农用车 经过对这些案件的梳理 办案迷紧发现 这些案件有着共同的特点 因为它这种低端的车辆 本身它防盗的性能 就不太好 基本上我发现 学家都是采取强行破手的方式 把它偷走 警方经过梳理 发现 前一人盗窃的 都是农民使用的 低端的皮卡车和面包车 从二月份到五月份 在丹州辖区 共发生了二十多起 农用车被盗案件 民警调查发现 前一人都是在凌晨作案 由于作案时间的特殊性 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他报警这个时间比较延迟 就讲白了 如果是他凌晨三十四点 发案件 对吧 他一般都是白天到第二天的 这个上午八九点十点 甚至是秒八 然而就在警方立案调查的过程中 前一人作案到了疯狂的地步 我的车放在路边 那皮卡车放在路边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不见了 就被盗了 经过处理被盗的案件 我是发生了三十二起 不及时破案 就没法给受害人交代 警方加大了侦破力度 由于被盗车辆都是农用车 停房的位置相对比较偏僻 并没有视频监控 拍摄到车辆被盗的过程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难度 但是这些犯罪分子 管制难能力特别强 都是针对一些没有监控的路段 实施作案 也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警方经过对所有案件梳理之后 决定采取两个措施 寻找案件的线索 第一 梳理出城的主要卡口的监控录像 查找被盗车辆的行走轨迹 第二 嫌疑人盗窃车辆肯定会进行销赃 暗访销赃的渠道 寻找案件突破口 对现场 历经的这个几个路口的话 就进行棍犯 棍犯的话 就会看到被盗的色料 首先是能辨认出我们被盗的色料 同时警方分析 这样大规模的盗窃农用车 嫌疑人肯定不会在本地销赃 也基本上排除了本地人作案的可能 我们以媒体案发地链为中心 在周边各个路段 各个卡口排查 寻找被盗车辆的逃离方向 基本上淘宝方向是一个方向 就是往林高方向 因为我们城区 我们南达镇 是跟林高是匹立的 经过对出城视频的仔细梳理 警方发现 大部分被盗车辆 都是驶网与丹州相邻的林高线方向 我们是被盗的这些车辆 排查各个市线的监控卡口 结果发现这个车 到了林高之后 线断了 我们考虑林高 它是农业线 主要是以农业为主 那这样的话 这辆这辆车 应该在林高 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林高线是一个农业大线 生产生活中会用到农用车 嫌疑员可能在这里销赃比较容易 警方决定 把侦查的重点就放在林高线 这里车辆 要么是到一些食人工地 要么是到一些食人农场 要么是到一些 一些比较偏的 一些农村的 一些集体使用地 里面使用 拉一些蔬菜 关火 丹州警方立刻派出调查组 在林高线警方的配合下 展开了调查工作 发现其中有一名农户 使用了一个面包车 与我们其中一起案件的面包车 特征特别相似 但是我们已经套挂其他牌照了 但是我们也没敢直接的 触碰他这个电汉的老板 也考虑到他 会不会可能是这个 切贼呢 对吧 也有可能是肖章人员 也有可能是盗贼 所以但是我们就 从周边这一块来 来展开了这个摩牌 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对电汉厂的老板 进行了秘密走访调查 初步掌握了他这辆面包车的由来 这个买车的人说 自己的面包车是从一个外号叫老三的人手里买来的 而他并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的长相我们也问了 这个长相的话 身高长相 体态 大概是三四岁左右 而且是这个这个 比较比较比较高 一米一米七五左右 一个平头 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家来正是 人口比较偏少 他说这个青年人经常在镇里面活动 还有吸毒品的习惯 这个是吸毒 那吸毒 我们又把这个吸毒 做一个排查的线索 民警立即对这个镇上的吸毒人员进行了梳理 并逐一展开排查 寻找那个外号叫老三的吸毒人员 而就在此时 另外一路侦察员 在另外一个乡镇排查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辆被导车辆 一等钟之后 发现不过相依 父爱宗等人 经常召集在一起 就是十二点钟 零传十二点钟 吸毒品 神秘男子祝福一出 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 疯狂盗车贼 一线正在不出 南宝乡也要用皮卡车 经过这个确认 因为他这个 这辆车他拖以后的话 他在那个驾驶室里面 那个挂了那个 那个细屋 那个装细屋 装细屋 就不变 就符合我们那个被盗的这个皮卡车 我们经被确认 哦 这个车就是被盗了 那被盗这辆车谁使用 那经过进一步核查 发现这个使用人 也叫老三 而民警 对这个叫老三的人 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老三就是登记在这的吸毒人员 他的正式名字叫福海松 1983年出生 林高本地人 后面我们调起了这个福海松的这个 箱片来给这个 这个颠炭店的这个老板来编认 原来这个买车的就是这个福海松卖它 而且当时福海松也跟他说 说这个车是他家里面原来买的 原来这个新生丢掉了 原来的话这个车也不用了 原来我就便宜卖给你 经买车人辨认 这个叫福海松的人 就是卖给他被盗车辆的那个人 福海松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围绕着这个福海松这个人 开始调查了周边的这个社会关系 他朋友圈子里面的人 后面陆陆续续的发现了 有一个叫做阿正 初号叫做阿正 初号叫做阿正的人 这个人的话 在地方的口碑不是非常好 阿正真名福厚正1982年生 和福海松同一个镇的村民 民警发现两人来往密切 他经常和福海松一起 驾驶被盗车辆 在周边几个县城尤大 根据我们秘密走访的 这个地方群众来说 阿正这个人的话 偷鸡摸狗的事也做 甚至吸毒同时也贩毒 一个人钟之后 发现福国祥与福海松等人 经常召集在一起 就是凌晨12点钟 西施都一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 还有一个叫福国祥的本地人 和他们来往也非常密切 福国祥驾驶的车 也是单周的被盗车辆 警方也调取了被盗车辆出城时 在甲口被抓拍到的照片 与嫌疑人福海松等人 进行了仔细的比对 在这种中也发现了 放弃显的一些图片 视频资料 就把放弃显编整出来 经过仔细比对 民警在多部被盗车辆的抓拍视频中 都找到了嫌疑人福海松的身影 这个团伙虽然说是一个团伙 但明显作案的时候分为两个 两伙人也可以说是两个团伙 分别以福海松为首和国祥为首 他们作案时是两至三人 作案时有作案车辆 所使用的作案车辆 也就是之前到来的被盗车辆 至此 这个疯狂的盗车团伙 已基本浮出了水面 团伙的头目就是浮海松 丹州警方决定 收网抓捕这个盗车团伙 领导决策就是说 把所有的被盗车辆的车牌 船目收集起来 放到我们指挥中心那里 临时监控起来 每一趟他再过来 只要进入我们丹州这个辖区 我们有任何一个监控点 能够拍到他这个车牌 那就会自动报警 正当丹州警方布置妥当 准备收网的时候 福海松等人却顶峰作案 再一次来到了丹州 在6月8号 6月8号 这一伙人乍是驾驶了一辆 这个绿色的 那个江陵宝典的 一辆那个皮卡车到我们丹 再次进入我们丹州 而且是凌晨一点钟的时间 进入当中 当时我们局里面 就立即启动了这个 应急这个议案 这辆车的话就是我们抓获的时候 它正驾驶的那辆车 也是我们当当时 丹州被盗的其中的一辆皮卡车 当时在车上的话 还缴获了这么一大批的 这个作案工具 你看 有这个管制道具 还有这个鞘棍 还有这个套筒 套到鞘棍里面 然后有电影它发力 当天福海松福厚证被当场抓获 在他们的共处下 涉案的八名嫌疑人 全部被警方抓获 总共案件应该是抓了七八个人 总共破了案件是三十五起 也脚位塞部车 一辆皮卡车也好 一辆面包车也好 少说有点几万块钱啊 新车的话 它找到乡间 遇到一些老百姓 三千块钱 就能够把这个车卖给你 这个价格 这个诱惑的话 基本的老百姓可能 法律意识相对也淡薄一些 也不知道这个是涉及到 违法犯罪的东西 然后就把这车埋下来了 潜人福海松福厚证 对他们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主要你都偷什么样的车 有的是偷面包车 面包车 面包车皮卡 为什么偷这类型车 这类型车有什么 应该有人买的 有市场 有 你现在五菱那个荣光这样的面包车 你偷一辆 卖的话 原来卖多少钱 几千块 几千块 潜人福厚证就是负责销赃的 那你有没有介绍别人到福海松这买车 我有个朋友买 也跟他买一辆 这是我告诉的 也算是介绍了 三千 三千 目前 潜人福海松福厚证 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唐一 去年 都独立了 年质捷 都不得来 在这边 警察 都不得来 在警察 我们居住 没有 怎么那么不得来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